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百货公司 局员百货 在建设业者及民间团体筹备下 以守护城中在线局员的特展 在线风华 位于衡阳路和博爱路交界处 拥有七层楼高度的这栋建筑 在日志时代 城市台北市民购物天堂和社交中心 可说是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百货公司 拥有第一座提供给大众使用的电梯 台北市文化局2017年公告列为历史建筑 现在由建设业者经营利用空间就职 陈设当年历史遗物举办守护城中在线局员特展 那这边是总体的一个论述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行动的倡议 我们希望透过原址来进行展览的一个过程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在职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能够更展现出来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这个但都是副本 就是我们把那个正本不太能够直接 暴露在这样的一个空气下面 所以透过副本的一个方式去展现出当时的一些影像 或是甚至是一些文献 让这个来参观的观众可以理解一下当时1932年影像的 所有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想象 那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 其实是透过历史资源经理协会 邱鲁华老师带领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完成的一个 前期研究的一个规划 这个是从2017年就是被 被市政府列为这个古迹 这个历史建物 对不起还不是古迹 历史建物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察 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史料里面 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那从早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 那个模型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献的资料 都在这个展台上面 希望能够用简单明瞭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当时的李火箴的一个摄影 就对于这个局员这个地方的一个摄影 然后再透过这个潘兴华建筑师的一个 模型的一个制造 我们重新去展现出 整个局员当时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样态 但是不是到百分之一百这件事情 没有人敢保证 但是我们尽量的能够从历史的摄影图像里面 去展现出来这种经由即时摄影 而呈现出来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造型 那刚才其实很多长官支持的时候都有谈到 在这个我们看到龙丁跟金丁通的交叉口 其实是全台湾第一个红绿灯 那时候还是人为的操作 就是要哪一边通行的时候 还是人为的一个操作 那在这边有七重天的一个建筑 里面也有全台湾第一个流龙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电梯的一个概念 台北市长蒋万安带领主办单位 与相关人士喬开清酒 象征系列活动热烈展开 开启局员百货的新篇章 透过发展历程 建物保留 模拟当年建筑等重现 带领民众认识这座 曾经繁荣一时的摩登百货 而且也因为当时有七层楼之高 所以有七重天的美名 那室内也有第一座 供大众使用的电梯 所以总统这些其实在当时 象征着台北市的繁华及繁荣 也跟台南林百货高雄的吉井百货 称为全台湾的三大百货公司 而局员百货其实 不只是坐落在老城东区这么繁华 交通繁忙的调道 而更重要的是它见证台北市这座城市 整体都市发展以及商业的调容 也承载很多过去甚至老一辈 市民朋友他们的共同记忆 那当然在2017年台北市政文化局 我们正式公告登陆为历史建筑 赋予捐百货历史的意义及新的价值 台北市我们总共有500多处的文化资产 是全台湾文化资产数最多的城市 也是我们投入最多人力资源经费 在进行文化资产的保存活化 以及修复的工作 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投入相当的资源 能持续的来进行各种文化资产的保存 修复以及活化 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使命 另外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商品 所以看起来是当时非常非常时髦的 一个购物的据点 同时也是那时候城中地区的一个 应该算是地标了 当然经过这个九十几年来 刚刚我跟谈过说 这个产权已经经过一手很多次了 那当然后来是在我们国内建设的手上 那这么多的转手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见证说 这么多年来台湾的商场的 跟城市发展的变迁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可以起码慢慢去追悟它们 那我想也因为它这个这么有历史时代的 一个纪念教育的建筑物 所以在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就把耕露给历史建筑物 把它抛起来 现在是历史建筑物 那这个建筑物其实应该是 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年以前 很多很多有心的可能文史工作者 或是民众对这个局限百货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这个关注了 那他们很希望把全百货这样的文化事件留下来 那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讨论之后呢 我们觉得广大民众对这样的 原百货的历史建筑物的长期的期待 那我觉得就重启了我们国内建设 对这样的建筑物 唤醒它历史的一个责任 我想这是我们的国内建设的一个责任 特展除了现场展览内容 期间也会举办多场讲座和互动走读 邀请民众共同见证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也透过记忆征集活动 搜集各界有关局员的资料 累积未来修复再利用的能量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望春风的作词人李林秋 在大稻城的故居 历经一年的修复工程 投入2000万元的经费 7月26号盛大开幕咯 文化局长蔡诗平出席开幕仪式 感谢李林秋 妖子 李修建 让珍贵的历史建筑得以保存 未来除了展示电藏文物外 也将作为表演空间 呈现台湾的音乐文化 这首朗朗上口的望春风歌词正是李林秋先生 在这座位在新宁北路的故居所创作 李林秋故居在2022年2月被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直辖市定谷基 并于同年11月启动谷基修复 历经一年修复工程 投入2000万元经费 终于正式对外亮相 文化局长蔡诗平表示 林秋居的开幕不仅是对李林秋及其作品的致敬 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得以延续 这个地方今天能够来 各位要知道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一方面是修建先生非常的帮忙 他能够走突破这么多困难 再来就是也要感谢 你看这一栋建筑 我们走了三任市长 对不对 从好市长开始立建 然后到柯市长的时候变成市定谷基 再到柯市长开始 第一次的开始维修 然后到我们的开始 蒋市长之后的继续的接手 走了三任市长 各位才看到这样一栋建筑 真的表示说文化资产的东西是要花钱的 真的是要花钱 我在府里面每次跟长官讨论预算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讲说要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才有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怎么让这个李林秋老先生的这个遗作 能够得到更多年轻朋友的关注 我有答应修建先生说 我过两天我们请北流的董事长黄月宁来 我们来看看流行音乐界的朋友 有没有办法可以用比较更新的观念 把这些歌重新做一些编曲改写 让年轻的朋友可以听 对不对 因为刚才修建先生跟我讲 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二三十岁 二十几岁这些年轻人 要知道李林秋 要知道望春风 要知道不破网 要知道四季红 那如果这样他就要经过重新的编曲 重新的改造才有可能 我们来努力好不好 历史不是只有在刻粉上面 它其实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活当中 包括这里的歌厨 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当时的生活 当时的城市 当时每个人民的心境 为什么会删掉 删出这条歌 让大家都知道 无形的资产 因为有形的资产 也许可能就是建筑物 我们可以修复 但是无形的资产 它可以永流传 但是怎么样让这无形的资产 可以继续下去 这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包括说这里的歌厨 因为老师写的这些歌词 就很像诗一样 跟现在的歌厨都不一样 现在的歌厨都是白话文 你一听就懂他在讲什么 可是以前早期的歌词 它是就像诗词一样 它有意涵 有贫着 有押韵 有韵味 让更多 我们后一代 还是我们的小小孙孙孙 都可以知道 我们台湾的日子 我们台北市的北京 我们在大厨 我们生活这些故乡 我们的家庭 我们过去 我们的时度 是怎么打不下去的 李林秋顾居 居为在地茶商陈天来家族所有 原有建筑于清光旭13年 西元1887年 间接时起造 是二阶层砖石木构造的 中西混合风格建筑 大约在昭和7年 西元1932年 改建为北侧八开间的 二阶层炼瓦造电屋建筑 而老吴重申最重要的关键 是李林秋的妖子李修建 李修建在家族债务问题 及产权纠纷中 最终于109年10月 成功行使优先购买权 保住了这座珍贵的历史建筑 那两年前我们就去基层高政 文化教都要感谢文化教 收理金融2000万 2000万文化教退兰报道40% 退兰把文化报 文化教把文化报申请 因为把我们报道35% 我自己出25% 我们待会儿你看 你看 越来越大碗 他说越大碗 越大碗 我也不是在做 逃税就没提 没带 所以继续 留住你后 我不知道 走你修复和在庄级会 真顺势完成 哪有走你这个 都开无电力 说起来 大家已经很关心 将来要如何经营 经营我们有个经营团队 经营 头一个最大的 要实现我们老伯 台心的願望 一楼做这个公共表演空间 表演空间 经营 中心理念是什么 对 台湾人要理念 要念唱歌 唱台乌歌 台湾人就唱台乌歌 同时我们要邀请国外 藝術团队 来共同 来这里表演 来用更豐富 同时最重要就是 就要威慕台湾鸡蛋 我们老板在资助里面 一代共同 台湾人的情形就是什么 我们只能说 有情有义 修信用 爱家爱国爱共同 作为一个藝術家 还是文林 还是地鞋文章 就要将你 看到东西你看到的 文件放在作品里面 后台人 才知道东西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老板要去酒家 什么 对这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 就是说 他特别给我交代一句 他说 人 做事情 可以失败 不可以失败 因为你失败 什么就遏忧了 所以这就是 大家如果有听到这个 包袍王 来那些 寡师的用意 就是在吃 重新开幕后的林秋居 除了典藏文物导览 还将策办常态音乐活动 推动社区关怀行动 而未来也将开放 夜间时段经营 让更多不同族群 步入这座时光旗楼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位在基隆河旁的内湖区 周美里有新兴科技圆区 与大楼也存在老旧公寓聚落 这样一个新旧并存的地方 今年获选为全国治安标杆社区 中美里长邱莉林热情说明吸引个里代表 仔细聆听 这是内湖区 治安研席观摩活动现场 由内湖区 第一个获选全国治安标杆社区的 中美里分享成功经验 邱莉林回忆当选里长后 第一个处理的记守问题 就是陈美桥下的治安死角 还有一处地下室的窝居住民 我们从108年开始 针对我们周美里这个社区 重新来检视 第一个我们 以前我们陈美桥下 就是很多的游民驻守 也造成我们整个右岸河滨公园 这个万平公园完全是民众 不敢踏进这个河滨公园 这个很可惜 另外我们就是 会同警察局还有社会局的协助 我们大家所有的单位一起协助 然后呢把这个游民安置好 另外我们也透过爱与关怀 帮助我们社区的这些独佬 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让他们在这个生活上 有给他们一点帮助 我们长期递送爱心便当 我想对我们这个治安是有一个很大的 帮助 紧接着是照明设施的加强 在丘利林积极争取下 周美里新增了100多座路灯 无形中也让治安获得改善 我们把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照明改善 所以我们总共 从108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增加了100多座路灯 就是灯亮就可以减少治安的死角 丘利林对弱势族群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 在原先赞助爱心便当企业停止捐助后 丘利林马上募集到99万元善款 让爱心便当能持续下去 今年自从保养建设公司 停止对我们周美里的这个赞助的时候 5月15 我们现在开始募款 目前目前已经募到99万 我们即将要开办这个爱心便当的工作 那还是由我们的热心的志工 帮忙送到我们的独老的长辈 或者是这个身心障害弱势的家庭 我们这个地区呢 这个周美里因为还有两个地区是还没有都根 一个陈美桥宜东 一个是陈美桥宜西 那所以很多破旧的房子 住了些比较弱势的族群 这些都是我里长应该要来关心的 这场治安官模活动 吸引了多位市议员亲自到场给予支持 曾多次参与周美里活动 内湖分局分局长萧慧珠 也被里长邱莉莉的用心与努力感动 他自己也本身呢 做了很多的社会救助的工作 尤其是在年节的期间呢 都会这个 请这个我们地方的这个 有爱心的这些士生们呢 来共同一起响应这些的赠灾啊 就是捐助百民的活动 在我们里办公室 常常都是大牌长龙 我们也是感受很深 那另外呢 我们的里长队跟我们的 谭美派所呢 合作的非常的深入 在我们各个社区的 区分所有群人大会 就是所谓的住户大会的时候 也都跟我们派所一起合作 让我们派所呢 能够进入到各个社区的 这些区权会去宣导 犯罪预防啊 防诈啊 或者是交通安全的部分 所以 谭美派所的辖区 就是中米这个辖区呢 他们相对的诈骗的案件呢 是稳定的 是稳定的 那我们也从很多的数据当中 可以呈现出来 我们也非常感谢 里长跟我们 内湖分局的一起合作 我相信呢 这个中美里 获得标杆社区的一个指标 是我们内湖地区的第一座 是真的是实之名归 小维珠进一步分析 丘利林凝聚社区 向心力的做法 值得其他里来参考 丘利长呢 从这个开办的很多的 课程啊 像是编织班 书法班啊 跟我们看到的 这些班别 都可以让地方的民众的吸引的 这种的就是粘着性会很高 那这些的种子呢 也就是会往外扩 会往外扩到我们里面的 一个参与的程度 会让里面有光荣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验 是还蛮值得 蛮值得参考的 除了分享经验 在座谈会上 丘利林也建议社会安全网 要更紧密与地方里长连结 以便及时协助民众 还有各社区管会 应该检视物业管理人员 是否具有防灾资格 北市府也应该编列相关预算 补助社区管会 进行相关人员训练 让防灾观念真正在基层落实 以保障市民生活安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跃动馆新生馆 洞土楼将原生新生公园 网球场管理室拆除改建 打造结合无障碍运动 友善的特色运动场馆 台北市新生公园 网球场管理室 洞土改建 要成为首座室内 实弹射击拔场 及无障碍运动的友善场馆 台北市长蒋万安 带领相关单位一同祈福 工程顺利 预计2026年完工启用 整个环境在都市的过程中 我们跟市政府保证 我们会融入台北市政府的 整个都市环境 然后不会突兀 非常融洽的在这个地方 为各位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两分钟的动画 我们的成果报告 跟各位做个分享 很有特色的 你便运动便听到飞机的声音 很有临场感 整个馆场都是无障碍的设计 所有的部分都是顺势平接 然后除了通用以外 更加无障碍 然后我们衔接我们现在 这个广球场 未来整个完工会 整个复原 不用原本的使用 室外通路都是无障碍通路 符合轮影梦公园未来的期待 入口节 我们现在既有的新生游泳池 有做两边的穿廊通道 可以做风雨走廊 可以做风雨走廊 然后我们有做这个 手摇车的租赁 未来停放区 大厅进来是我们的柜台 跟休息空间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除了基本的建筑法规奥学外 我们两部的电梯全部都是无障碍电梯 所以未来公司 是优先使用的一个服务好电梯 我们的体验中间可以往外看到我们的网球场 是非常开阔的一个运动空间 两部都是无障碍的电梯 那这里我们也特别设计的就是真的无障碍的雨球的一个设备 它可以用无障碍的设施去打雨球 B1就是我们的射击的网场 10公尺的空气枪 跟25公尺的火药 在晚上我们也在民主东的沿街做了一个简单的灯光的一个设计 希望在晚上的新生公园的东南角 有一个明亮的一处运动公园 我们其实规划所谓的运动中心2.0 也就是叫海北药动物馆 这个念药不念月 大家记得药活就要动 药药动物馆 主要也就是考量希望 我们在现有12区运动中心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进一步的规划台北市盘点9处 来设立我们的运动中心2.0 我们叫做药动物馆 那在应该今年4月 我们在士林 第一个就是克强 我们把它原本是克强游泳池 规划成为第一个 我们台北药动物馆开工动土的第一个里程碑 也很谢谢大家在当天陪着我们见证 那今天第二座我们要正式动工启用 来到了我们中山区 是我个人非常喜爱 也最熟悉的新生公园 也谢谢珍宇议员大力的支持 台北药动物馆新生馆临近新生公园 场馆规划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建筑 内涵体制能中心 运动教室 多功能教室 亲子休息空间 及综合球场 并设置室内设计靶场作为场馆主轴特色 户外人保有游泳池 网球场 篮球场等设施 我们新生公园这边规划的第二座腰动馆 我们一馆以特色 在新规划的新生馆 我们除了维持既有的游泳池 篮球场 网球场以外 还有综合球场 体制能中心 多功能运动教室 另外 它的特色是 我们会有全国第一座实弹射击八场 而且我们的特色也是希望无障碍友善的设施 我们未来也希望让身上朋友能够一起参与我们各项的运动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想 大家也知道台北市我们第一座运动也在中山区 中山运动中心民国92年设立到现在也超过20年 那各区成立以后到今天每一年 都有一千万人次进出我们的运动中心 而且坦白讲已经有些不服使用 而且也都已经有相当的历史 所以我们规划九处的台北腰动馆 我们期待 第一希望让台北市 我们规律运动的人口比例 从现在超过38% 大概39是六都第一 但我们不以此自满 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40% 另外第二 我们希望未来的九处药动馆 加上既有的十二处运动中心 让我们使用厂管的人质 能够再增加25%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达成 那很感谢中央体育署 给我们各方面的协助 经费的支持 那也谢谢我们在地里长 大家共同的支持 未来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 里长协助我们沟通 把对于周遭 住户的冲击降到最低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达成 那最后 我们也很希望这项工程 我们预计是在115年 能够完成 希望如期如值的完工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 施工团队 营造厂 我们的建筑师 以及许多的伙伴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希望届时在这边 正式开幕起用的时候 再一次齐聚一堂 台北药冬馆计划 透过改建或整修 既有老旧公共建筑 选择运动资源较为稀缺区域 打造药冬馆 将在六年内 以一管一特色为方向 辟建9座台北药冬馆 朝运动制度买进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高龄长者健康促进活动 邀请60岁以上的长者 和孙子女一起组队参加 并邀请陈其黄 传统长中戏团 教长者和小朋友制作戏偶 透过活泼有趣的风势 让祖孙们一起走路社区 参与活动 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祖父母和孙子女组队 一起制作可爱的 布织布故事首偶 先用安全针线进行缝合 在年上五关 并发挥创意 进行装饰 各种动物造型的首偶 就完成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举办Darling Blownly 幸福大同So Easy活动 邀请60岁以上长者 和孙子女一起参加 透过一系列好玩的活动 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我那时我那个海报传给他 用手机传给他 他说这个活动不错 要不要就跟他一起去 我说刚好是他死者 所以我说好啦 那我就带他来 那个布织 我们小时候有看过 可是现在呢 都没有看过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刚刚他们是 暑假就带他来 移出来 所以我们正当中是 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学习 我们那个古时候 我们文化不能烧失 刚好有这个课可以上 刚好来这边 给他们互动一下 也可以算是阿公阿嬷 小孩子交流一下这样子 蛮不错的啦 头脑比较灵活一点 手脚手脑并用都有够到 就比较不会痴呆或什么的 因为这里的那个木偶戏团 感觉很有趣 然后也很多元的那个活动 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很想要来这里试试看 你有帮他把它 把它变漂亮一点 活动邀请陈锡黄 传统掌中剧团主演陈冠林老师 交掌者和小朋友制作戏偶 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小朋友认识布袋戏 发现传统艺术的魅力 同时增进祖孙的互动与连结 其实你说布袋戏为什么有趣吗 就是我喜欢这个戏 它其实就是大概这个身高 这个尺寸 然后它可以很灵活的在你掌上 比如说 人家拍拍一首 人拍婆子 然后上头 甚至有两支 咬到 一让跑步 一让翻 转 好 其实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学 就是小时候接触到这个布袋戏的时候 因为我是住在大道城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算老社区 我们看五位十三亿上红 看这个宝生大地的这个绕镜活动 所以从小对这个传统的这种艺术 就蛮有兴趣的 过去我们剧团呢 陈锡黄色剧团呢 比较常是在这个台北偶戏館 有开这个大师公出卖课程 我们这样的学生呢 那边的小朋友 那都是学生啦 都是以小朋友为主 都是小孩来学 我们的小孩 都是小朋友来学 不来学 但是这次很特别 这次是我们长辈们 阿公阿嬷 带孙 做回来学 因为 其实 我自己在觉得 就是 现在的这个小朋友 跟 我们这个长辈呢 他其实失去了一种 这种 可能台下看戏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说 阿公阿嬷以前看布袋 那种的那个幸福 因为 现在你小朋友在外面看一场布袋戏 其实很困难 他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种 阿公阿嬷的娱乐 所以这个 这个课程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阿公阿嬷可以跟 我们这个小孩 跟他们孙子 来奔向说 过去阿嬷在台下 在看布袋 用劳力的情形 今天 阿嬷虽然在看他 但是阿嬷可能妈妈有布袋 阿嬷今天来教孙子 怎么帮布袋 所以我是来教这些人 但是其实是 跟阿嬷讲之后 阿嬷跟孙子说 你看布袋怎么带 怎么带 其实我其实觉得 那个画面 就是祖孙这个画面 其实真有趣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大同区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 与布袋系有关的课程 促进长者社交活动 参与学习 并借由祖孙合作 营造世代共融 友善环境 那我们想要借用这个场地 就是让我们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有些人 虽然住在大同区 但是却对这个大道城戏院 他们却不熟悉 也许他们曾经来逛过布庄 来过附近参加活动 但是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们这次想说 把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可以结合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然后介绍给长者 也让他们多认识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 就是布袋系的这个部分 今年我们特别会有这个发想 最主要是因为 像是那个 在我们大同区 有这个陈锡黄老师 陈锡黄大师 那他是我们这个布袋系的 一个传奇人物 其实 那目前就是以台湾来说 他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 这个长中系的这个大师 那我们目前请来的这一位 陈锡黄老师 他其实是从小学 就开始跟着西方大师 一起来做学习 那他个人就是 对这个布袋系的部分 他很有兴趣 那这一次我们最主要是想说 大师在我们这个大同区的 这个特色 也让他就是说发扬光大 让我们的民众 可以拾起以前小时候 对这个布袋系的一些记忆 这一堂课我们最主要是 让长辈跟小朋友一起动手做 就是做这个Q版的人偶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课程啊 老师就会教导说 这个人偶的一些操作啊 包含一些口白的说法 那在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成果展 也就是让长辈啊跟小朋友 他们一起来操作这个戏 就是在这个戏曲里面的这个角色 然后让他们就是来做这个成果 然后也让他们会有一些成就感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区市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热灵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银法族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耶 记者零期会议台北报道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内衣行业的领军人物 拥有20年经验的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珍 近日分享品牌的最新动态和成功的秘诀 从负在8000万到创立深受喜爱的内衣品牌 因为我做好的东西给消费者 这会造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所以我在第四年之后 可以很稳健的去发展我的内衣库生意 他还强调 优质的客户服务是品牌成功的关键 把客户服务好这也很重要 这一理念帮助品牌赢得了大量忠实顾客 促进了品牌的良性发展 把好商品做出来 这是一个企业主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 再来就是把客户服务好 这也很重要 此外 廖明珍在2022年进军自媒体领域 分享他的经验与见解 他表示希望通过自媒体 能够传递更多的价值和经验 让更多人受益 那我在这2022年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其实算是早一点 有红利 什么叫红利期嘛 就是流量比较好 所以我很快的时间 在自媒体的部分 也把我账号给做起来 廖明珍的故事展示了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 他相信行动是成功的关键 困难并不会致命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克服挑战实现梦想 因为事情如果你计划了三年都没做 你怎么去调整 所以先做了再说嘛 不是就做了再协调一下 再改进一下 那就慢慢会达到成功的路径 这也是我很特殊的地方 做就对 很简单的 没有多大困难 困难也不会死人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根据内政部111年统计资料显示 台北市的平均寿命为83.75岁 高出全国平均3.91岁 是全国最承受的城市 为了维护市民健康 及强化健康行为的养成 台北市卫生局 与携手势力联合医院 推广慢性病防治活动 及成人预防保健外 再加码六项检查 市长蒋万安亲自宣导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 卫生局长陈燕源 以及医事团体代表 拉开彩带 宣布113年慢性病防治系列活动 正式开跑 为维护市民健康 及强化健康行为养成 今年卫生局 携手势力联合医院 共同推动成人预防保健 另外再加码市民六项健康检查 照顾市民健康 112年 我们有做过一个调查 全国十大死因当中 有7项都是慢性病 那已经成年52年 十大死因的榜首 第一名还是癌症 所以怎么样透过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能够来确保民众的神明健康 我想这就是变成我们 各项政策推动非常重要的一环 年满40岁 就可以享受三年一次的 免费成人健康 我们会提供六项免费的检查项目 而这六项里面包含包括尿酸 包含其他可能检测出糖尿病 肾脏癌等各项的检测项目 我们就是希望提供这样的免费检测 让民众可以了解或是及早知道身体的状况 如果有问题有需要提可治疗 马上发现马上给予协助 所以我想这项的六项免费的检测 确实可以在更多项目上面 来确保民众的健康安全 卫生局长陈彦源表示 三高疾病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民众较不易察觉 容易忽略前肠的风险 目前国健署提供年满40岁以上民众 每三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透过定期检测早期发现 可大幅降低慢性病带来的危害 一人高一龄也鼓励没有接受检查的民众 一定要多加利用 市政府有提供这样很棒的健康检查 年龄范围之内的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加入好不好 健检的部分 现在因为国民的普遍的健康是 医师在提升 所以接受健检的比例也逐渐在增加 而且各医院现在都逐渐的把 两天一夜等等这种健康检查的模式 安排成一天内就可以做完 在流程上都已经相当的顺畅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这个所谓的成人健检 它其实已经都安排好了 就是说现在跟我们卫生局 跟在合作的医院 那已经把这些流程都优化得很好 那也就是前一天 之前要去跟医疗院所预约 对 医疗完之后前一天开始要空腹8小时 对 那隔天呢就可以带着你的健保卡 跟身份证 然后就到医疗院说 抽个血液个尿就结束了 凡涉及台北市40至64岁市民 符合检查资格者 10月底前至市立联合医院 接受成人健检可免费享有尿素蛋 尿酸糖化血色素全血细胞技术 甲状腺刺激素及CA199肿瘤标记等 六项价值约1000元的加码补助项目 另外12月31日前 参与台北健康养成剂相关活动 就可以参加抽奖 总奖项超过35万元 参与活动越多 中奖机会越大 民众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台北内湖科技园区 发展协会 及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 三发合作 推出内科南软双元巴士 串联内湖科技园区 及南港软体园区 帮内科的交通来减压 内湖科技园区的交通问题 一直是市政难题 北市府协同内科协会 以及公车业者 开辟新的内科到南港软体园区的路线 市长蒋安出席通车典礼 但借此降低两地之间的车流量 我们全台湾第一个民间投资的都市计划的典范 我想每一年所创造的产值 不断的攀升 所以未来产业的发展 那一科结合南软 以及我们未来北市的绝对是重中之重 我们致力打造一个科技老代 所以这边不只是汇聚非常多的科技产业 我想未来我们相关的投资也会不断的涌入 包括去年台硕总部的进驻 以及威刚总部大楼的落成启用 再加上上个月我们完成内部区谈美段和伟创的地上全标授的签约一事 我想我们不管是大力的招商 吸引投资推动产业发展都有具体的成果 那当然除了让产业蓬勃发展 打造科技狼带 经济能够全面提升 更重要 我们如何打造一个优质的产业发展环境 能够让这边工作上班 推动产业发展的很多民众 能够享受优质的体验 我想这也是我们重要政策方向 所以内科的交通如何改善 一直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我上任一周内 我就到内科来实际市场了解 整个问题状况 所以也成立了辅捷专业小组 拟定了短中长期的计划 包含一开始路口进空增加建景率 另外我们透过很多路行工程的改善 不管是瑞光路353项 佐治道的规划 另外包括杂道的建设 以及大家关心捷运工环段的新建进度 目前也已经完成的西部设计正在招标 我们希望预计在年底可以正式的动工 我想总总这些我们都不断的努力 我们认为我们要找方法 所以目前我们平均昏风十段相关通勤的时间 已经下降了6%到13% 有具体成果 但我们认为还要再努力 我相信最近有来内部的都会感觉到交通切实改善 尤其于我们内科媒体企业很多 我相信他们一定在跑新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体验得到 内科交通 我说实在 因为我也是在内科里面 我每天看着交通 我可以看到彩虹桨 所以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内科的交通真的改变了 这个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蒋花安市长在 这一年都来带领的事务团队 也跟我们内科开购物市制的会议 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那今天双眼的巴塞来行为开通开车 今天看到各位汽车的那个大老板都来了 就代表非常重视 我相信这一条内科跟南软的通车行为巴塞 我相信一定会舒暖的让内科的交通更顺畅 内科协会一直是台北市政府 跟我们企业代表的桥梁 其实我们从一接任来 我们就对内银的交通我们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鼓励企业 来做ESG利益师的计划 也鼓励企业来鼓励人工 我们来检探存者的一个方式 我们募集已经募集到一百多家 蒋花安直言 内科交通要能够彻底解决并不容易 但目前也确实出现了具体成效 交通局每周监测 观察到目前平均可以让通勤时间缩短 降低至6%到13% 会持续推动短中长期计划 所以包括我们甚至对于捷运车厢的改造 不同段班具 希望提高整个承载量 来缓解尖锋时段通勤民众他们的压力 等等这些我们都不断的在推出 包含今天的双原公车 我们也是经过事前的混卷调查 走访企业以及公运处 透过我们之间公车旅士的大数据分析 了解到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平均每天有1700人士 不只是有空勤的需求 还有园区内外业务交流的需要 所以我们这次规划路线 也是采用跳蛙公车的路线 可以透过APP事先预运 定换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诱营 包括结合台北市内的公车路线 我们有双向转成半价的优惠 另外我们也谢谢优卡公司 我们把这一次双原公车 纳入到我的减碳存折方案里 也就是所有的民众通勤族 每天搭乘 我们的双原公车可以累积公里数 换算成我们每天减少的碳排放 就会有优惠好理 所以我们很高兴 也很感谢我们内科协会 我们公车业者大家共同的享用 结合市府 我们三方的努力可以让双原公车 今天正式上路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辛苦的业者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提供优质的服务 让所有的通勤民众享受优质的体验 北市府通过公车业者的刷卡数据 问卷并实地走访200多家内科及男软企业 发现每日会有约1700人次会在两地王返 因此结合了10家公车业者 共同开辟新路线 未来也会是营运状况弹性调整工车路线 记者问局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吸引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基隆市政府主办首届的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 周末假日在八斗子渔港盛大登场 3 2 1 哇 2024基隆浪曲嘉年华正式开始 市长谢国良带领市府团队结合基隆区域会等单位 正式启动基隆浪曲嘉年华音乐会 首日邀请到强大卡司 包括陈世安、徐佳莹 基隆出身的金曲歌手武思爱等人浪漫现唱 吸引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坐在大草地上 一起享受这场在基隆山海美景环抱下的浪曲音乐会 就是觉得有山有海 然后有这个草地可以让小朋友奔跑 非常的好 这有带吃的吗 还有在这边啊 买这边很多市集的活动 那这边是文量去摇滚居也许是 有我们刚刚就是吃的都在市集那边买 一定要力挺一下 觉得很棒 就是很舒服 这样整个超大的舒服 还可以用这个野餐店 就脚不会酸了 真的是基隆好棒喔 我都想搬来基隆了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基隆参加基隆LUNCH的连续两个晚上的我们的演唱会 基隆办演唱会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有山有海 这个是其他地方的演唱会比较没有的 那我们希望发挥基隆的特色 让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市集 让大家可以边吃边听边听边吃 那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也有很多很强的卡丝 不管是市民好朋友 还是外地来的观光朋友 希望有空就在基隆走走玩玩 记得要消费喔 触记一下我们基隆的景气 再次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基隆LUNCH 谢谢大家 他情节忘了我 但是他并不晓得 遍体鳞伤的我 一天也没再爱过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其实这是我上次以来看过最多一次的人潮啦 然后其实今年刚好也是我们锁管季第20周年 然后其实去年也在朝靖海湾节那边主办嘛 然后其实今年就想要扩大一点 所以特别跟文化观光局一起合作 然后也请了那么多重量级卡师喔 然后也让今天的人潮真的是爆产 文化观光局跟产业发展处一起整合 针对我们基隆的夏天 做一次个整体的全面其道的推广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 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到基隆 不仅是欣赏我们吃我们的海鲜之外 也可以看我们更好的一个海景 渔港周边还安排了许多美食特产餐车市集 也带动周边店家的消费商机 晚上360秒的烟火秀更是将活动带到最高潮 玩温 interrupting 现场观察 这场基隆浪曲音乐会嘉年华 充分展现了基隆山海的浪漫特色 获得民众大力肯定 周边店家也感受到 八斗子渔港碧沙博区这里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感谢市政府用心推广地方特色活动 让所有参加的民众 共同在基隆度过了快乐的夏日夜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而基隆浪曲江年华除了歌手卡斯坚强外 现场也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与市长谢国梁同框宣传 两市的优质鱼产品和观光特色 带动观光旅游的消费商机 一种是基隆的川套小卷 一种是我们新北准备的 苏大小卷 今天要旁边 两边都一起 第一名是冠军 第一名是冠军 你是冠军 基隆浪曲江年华的活动现场 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市长谢国梁的邀请下 两位市长共同行销 两市的优质鱼产品锁馆等海鲜美食特色 期盼带动旅游消费商机 我非常谢谢谢市长的邀约 其实新北跟基隆 有共同的鱼业特色 以及鱼串文化 所以很多的鱼产品都是一样的 像基隆的手管 跟身败收根 跟一个生物物种 在全台湾大概将近百分之八十 所以两市除了在鱼产品共同行销推动以外 尤其我们的鱼港 像我们的深浪鱼港 跟巴斗子鱼港 光我们的鱼乐船就有八十五收 所以在整个鱼产的行销 以及我们的这个鱼业在观光推广上 我们都会共同一起合作 我们新北的修根阿 跟我们基隆的锁管 今天是强强联手 也由我们基隆渔会跟瑞芳渔会 大家共同来推销我们的鱼产品 那我们今天这一次 我们锁管季虽然办了二十年 但是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邀请到侯友宜侯市长 来给我们指导 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纳入了一个 非常精彩的音乐演唱会活动 进入我们锁管季 所以我们基隆的锁管季 也走向另外一个层面的城市行销 好吃的海鲜配上动人的音乐 就在美丽的山海 碧沙鱼港这边 所以未来我们会寻求跟新北 更多的渔业合作 更多的城市行销合作 今天也特别感谢侯市长 力临到我们碧沙鱼港 给我们加油打气 除了宣传优质鱼产品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现场 亲自感受基隆这场 山海音乐会的浪漫氛围 并肯定基隆市长谢国良 用心发展观光推动市政 我们常常在合作 尤其我跟基隆不但在产品推动以外 光静海联盟跟静海合作 来让我们的热社能够被清除 能够永续海洋生态的富裕跟保育 这刚才说是常常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同时在一个生活圈里面 基北北它就是共同生活圈 尤其新北跟基隆更接近 因为我们有所有的鱼稿 所有的鱼获大概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带动我们观光 以及鱼乐的产量 它已经让大家能够被看见 这也是我们两个市长该做的责任 市长谢国良也相当感谢侯友宜市长 亲自来参加基隆举办的首届浪曲音乐会 未来也将和新北之间持续攜手 更多的鱼业推广以及城市行销合作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